油电霜涨的时候万物起涨 但是油电霜降的时候物价还是回不去了 除了刚刚看到的年菜变贵呢 国际奶粉叠价 国内的奶粉不但不降 还两度的今年都调涨了 行政院邀请了进口奶粉业者喝咖啡 还撂下了重话说 你不要以为政府很好骗哦 结果呢奶粉业者一不甩你政府 二不甩你民情 现在行政院祭出食安法 要求业者开电子发票 也要求上下游进货成本要公开 那么当中的利润 到底有没有适时的回馈在价格上呢 爸爸妈妈到全民都在监督 只是也不知道这个监督 到底会不会有用 新一种妈妈喂奶 但是对孩子成长重要的奶粉 奶粉业者一天不降价 每个小家庭养孩子的负担 就没办法解清 行政院虽然说重话 别以为政府好骗 又要约业者喝咖啡 频频喊话却看不出实质效果 因为卫福部鼓励母奶 一度禁止以开罐假促销 婴儿奶粉推波助澜 让奶粉业者价格坚持不松动 促销的规定 虽然我们在食安法本身就有规定 不过我们会考量到 这个社会大众的需求 有一个物价小组的会议 那我们也是其中的成员之一 我们会做价格的调查 促使国内奶粉价格合理反应利润 政府寄出食安法 要求业者全面使用电子发票 并且将奶粉的供应链交易价格上网公开 进货资料去比对 厘清进货成本几乎已经对砍一半了 国内的药局卖场却照样美卖一贯 净赚四成价格 拆解进货成本数字 目前纽西兰乳价从去年高点下滑了45% 国际乳品价格也因为纽澳美工艺过剩需求下降 今年11月起价格已经大幅下滑 明明奶粉产地已经降价 今年1月到11月 国内整体奶粉价格却比起去年 同期上扬3.49% 政府跟厂商一定有互相有利益冲突 才会一定有互相有互利 才会有这种状况 否则怎么可能 政府如果真的是施压下去 不可能没有这种问题发生 就会下去广告成样等等 那我为什么我今天品牌做起来 就是说你要要求我降价 我当然是不太愿意 政府要找那份业者拎嘎逼 但效果如何 政院没把握 就怕喝的又是大和解咖啡 涨价是成本 降价看成意 哭的是小老百姓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